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7月19号星期三 其实今天这是我们录的第二个豪宅了 对不对 但是第一个出了点问题 一直没能跟大家见面 其实第一个里边其实我说了一些 就是说关于拉斯维加斯这个豪宅 拉斯维加斯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它跟一般的美国城市不一样 它的两级分化比较严重 中产阶级的消产量比较少 要不就是服务业的 要不就是那种超级大富豪 来这买的这种度假房 投资房什么的 所以它这边就是说贵的房子就特别贵 便宜的就特别便宜 中间的其实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少一点 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来讲一般人就是说一提材 就说好像拉斯维加斯都是便宜房子 当然现实情况就是说还要看你的社交面 对不对 我其实这些话我上边都说了 但是一直没发出来 那个房子一直出点问题 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去拍了一个 1600万美元的一个房子 好吧 这个房子比较便宜 这个房子只有350万美元 现在来讲就是说不能算是这种超级富豪 350万其实在美国来讲 其实中产阶级差不多 对不对 其实有很多马农都能买得起 就这样子这种阶段的房子 反正你来拍拍看看 它在一个非常好的区 这个区在拉斯维加斯来讲 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婆 如果我们再换房子的话 我想首选的应该就是这个小区了 这个小区可能是我们最优先的选择 第一选择 其他的小区好像没有这么的招人喜欢 是吧 从各方面来讲 因为有一些小区有点老 你像Spanish Hills和Spanish Trios 对吧 那两个它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它其实是一个小区 那个就是说太老了 它是八九十年代建的 它很多东西太过成就 这个小区就相对来讲新一点 是吧 然后还有Spanish Hills Spanish Trios他们的那边 就是说便宜的太便宜 它那个小区就是说高和低之间差距比较大 它有很多非常便宜的房子 加大在里边 因为它盖的比较早 知道吧 有一些很便宜的很小的房子在里边 那个小区 基本上你只要看四千尺以上的 那价钱就拉上去了 你看四千尺以下的 就还有非常便宜的 所以你作为这种尊贵的富豪 好像感觉你在邻居里边 那个档次没拉开 就没有拉开 里边因为还是有一些很便宜的房子 但是像我现在站在这个小区来讲 基本就没有了 这个小区现在来讲 最便宜的差不多也要三百万往上了吧 这个小区有三百万以下的 好像很少了 这个小区 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社区 它里边分14个小区 对不对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小区 可能已经是这个区里边最便宜的了 三百五十万可能是来这儿最便宜的 咱们以后 以后今天也挺热的 我们这儿怪晒的 我也不那么多废话 咱们直接看这房子得了 好不好 然后我们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 这几个都是老外的 他们的经济 通过反正某一些渠道 找到我们 发现我们这边的能力比较强 好像是吧 我们频道的购物能力比较强 然后因为我们前面 也震惊了很多人 是不是 所以 然后想跟我们就谈谈能不能 就是说让我们帮着拍拍拍这些豪宅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直接都是跟他们 就是说list的agent 在沟通 那么直接从这儿走的话 中间还是能够省一些手续费什么的 对吧 你看你像三百五十万的话 你省个百分之级的手续费的话 那也是几十万上下了 对吧 所以还是比较那什么 那么有兴趣的小伙伴 我们你就直接在推特上私信我们就可以 好不好 但是还是就是上次讲的一千六百万房的时候 我也说了 这种房子就是说它是这样 它是需要你有一个资金证明 要不你有直接的现金存款证明 要不你有银行给你开具的这种 就是说贷款证明 那要有三百五十万美元以上的这种证明 你才能看房 所以没有的话 你也不用联系我 好不好 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直接把那个发给我 然后我会发给经纪 经纪能看房子 就愿意来看房 如果没有的话 或者不合格的话 你就甭费劲 好不好 所以本来 我说直接甩给经纪就完了 我们就不用管 但是估计也没几个人 我说个实在 他们虽然很强强其我们 但是真的能拿出这些钱来 来看这种房子 我估计也是分毛麟角 我估计也没有个三个两个的 所以你就直接联系我就行了 好不好 也不用去联系经纪 就直接联系我就可以 好不好 因为老外经纪 你联系他也麻烦 好不好 然后你联系我就中文就可以 咱们频道也都是中国 中文人 好吧 然后我说说他房子的大体的情况 这个房子350万美元 4600多尺 只有三间卧室 五个卫生间 属于一个典型的 就是一个one family的这么一个房子 主要的卖点 其实他这个小区 这小区真的是很好 这个小区 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区 然后房子装修的不错 真的装修的好 你看他车库的门正好弄的 就比我们家那要好 对吧 他整个的话 我看他占地是多少 他的大小 比我们家还要再多了个30平米 他的占地 0.25个acre 占地比较大 占地比较大 有1万多 1万多尺 咱家7000多 他占地比咱家大 比咱家大了几千尺出来 然后装修的比咱家好 这下来讲还是承认的 这个价格差不多 一比咱家也贵了100万的 差不多 也差不多 也比咱家贵了100万 然后你看看他的 你看他的车库上面 还开了窗 是不是 然后下面是这种的 然后不管怎么着 我觉得这房子 我觉得咱们其实都可以换过来 对 是不是 咱们回来再挣点钱 可以换到这个小区来 而且你相信不相信 咱们的车跟这个小区 合一下好像更合一点 你看我们的车 我们的车停在这 上次我们开了911 去看那1600的 是不是停在门口 也看着特别的和谐 特别和谐 这次来开 这泰坎过来的来这 觉得这个房子比较便宜 350万房子 不知道的 我开911过来 你知道吗 就开着泰坎过来 看着也不错 也很和谐 也很和谐 挺适合我 挺适合我 咱们往里看看吧 它主要是装修的 还真不错 好吧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就是修一个小路过来进去 然后这下算是正门 对吧 反正现在这种房子大体上都如此 我们当初没有要铁门 稍微有一点点小遗憾 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一样 我觉得它门口走进 这个走廊我觉得会更长一些 搁这个更好 咱们那会儿没有这么大 是不是咱们 对咱们也太短 咱们搁了铁门之后 那种实际效果不好 对吧 它在进来之后 相当于正好有一个前一二了 对吧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装修什么的呢 做的真不错 以前咱不懂啊 就以前才知道 现在才知道 就这些东西 其实呢 就是说根据大小颜色不同什么的 价钱都有区别 对吧 这个呢 其实算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应该是小区给的 对吧 我看那边小区的立化 重的也都是这个 但是这个呢 应该是他自己买的了 对不对 这个相对来讲 就会就就会贵一点 然后你看他都多做了地灯 是吧 前一段这些东西 我估计都几万块 还是还是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比较合适 其实性价比很高 这个房子350万 说实话 真的性价比很高 而且这就完全就是 现代化的装修理念 你会你会发现 就现在新建的这种房子呢 基本上全都是就是说 这种样子的 你看了 你看这这些豪宅 差不多都如此 好啊 然后进来看看 进来看看他这个 你看这好像都是这种啊 非常的 这种贵 有他的那种设计感 对 里边这个比外面这个还贵着 外面这个应该小区给的 里边这个他自己做的 这就算鹅卵池了 对 对 对 这种呢 就是 但是里边这应该是刚刚铺的 可能我觉得下下雨 浇一下会更好看一点 干净 干净一些 对吧 然后呢 进来之后呢 也是啊 不是他这种东西都是他自己铺的 你看跟外边那儿好像不一样 对吧 对 然后呢 这会儿这个灯呢 倒到这个倒也做好了 这个可以在这儿做一个 可以做 因为它是有 它有电 对吧 然后他们这个门呢 比咱们那大多了 对不对 咱们那儿那个门呢 我记得就就我家那个门啊 也就只有他三分之一大 我们那都要16000美元 他这个门 你说你多少钱 这边还比3万 对吧 连这边在这边 因为这种玻璃呢 他只要一做这种都是防暴玻璃 对吧 这种可能都是防暴玻璃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这门 因为越大越贵嘛 对不对 对咱家那大多了 好不好 然后咱们进去看看 还是里边两块 还是里边两块 把鞋给它脱了 他们这个前两天呢 刚刚做的卫生这个地 好吧 好 咱们进来了 进来看看 首先 你现在看房子看也多了 特别的敏感 首先来讲就是这个朝向 这房子朝向不是 不算特别好 它正门这边朝东南 那边朝西北 整个后院朝西北 它整个地名 因为一般来讲 美国的房子的话 它整个地名 还有它的master bedroom 都是朝后边的 那肯定是朝西北 这朝向稍微差一点 是吧 朝向反正不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那么一个朝向 但是装修的还是真不错 装修真不错 下边你看看它 你看它连房顶这块 它都做了 对吧 这房顶上都做了 灯只能说OK 这灯其实如果说实话 我觉得就怎么说 你还有 有待商榷 但是也还行 也还行 这灯能给多少分 能给60分吗 50分不不及格 不及格 这灯我也不是很能接受 反正还不过没关系 买这房子的人 我估计回来 自己很可能还会再换灯什么的 他就是先给你搞一个 反正灯口都在 你到时候把这些都扔掉 整个再换 灯稍微差一点 桌子还行 桌子椅子还可以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stage的 还是什么 是留给你的 这还真不知道 这有待商榷 有待商榷 然后这边这个没有坐上去 但上面因为有窗户 对吧 在上面还有窗户 对吧 留着窗户会更好一点 留着窗户会更好 但是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你窗帘怎么办 对吧 你留着它的话 你白天在这看电视 其实影响效果 这种现代化的房子 包括我们家都是这样 就是说它整个的墙面上 窗户弄得特别多 是不是 窗户弄得特别多 这上面什么的 也都是 它就导致了 就是说你在弄窗帘的时候 有一定的问题 它这边这一溜还不错 这溜都是这种电动窗帘 通过摇红器 可以往下走 那边有摇红器 我就不给你展示了 反正这都是电动的 然后上面那些的还都没有做 你回来你买了房子 回来自己多少弄 然后那边那一溜都不是电动的 都是拉绳的 你要自己去拉绳 这边这是电动的 好吧 然后我们看看它 它等于就是说 那边是正式厨房 对吧 那边正式厨房 这边等于是个霸 过来这边是个霸 你对这霸满满意吗 我觉得反正也还行 对老外喜欢这种东西 是不是老外特别喜欢 老外 老外喜欢这种 老外的生活 没事就小酌两杯 是不是 我觉得你要是喜欢喝两杯 到这还是不错的 这些东西跟你说 说跟你说 你别看这东西 这东西还挺贵 这东西可是花了不少钱 它是个white bar 有上下水的 这边还有一个酒柜 就贵 就这东西你说得一万块吧 对 咱们家那哪还是 它当时要10万 对吧 基本上它要10万 但是个大 个小 怎么也得 我觉得一两万总是要有的 对吧 至少这些墙 这些坐一坐 对不对 反正这种房子倒是省心 你就直接进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bar 我不太喜欢 这个柜子的颜色 我能接受 但是这个bar的话 如果说我就觉得 还不过这个倒都好办 你自己在买bar在换 很快就能找个 你在换灯什么时候 找他们一起做 就一起做了这东西 对不对 到时候 如果谁买房的话 对吧 我们现在认识一个 福州的装修的 还是弄的挺好的 到时候都可以给介绍一下 是吧 这上面的灯 其实我说实话 也不是特别满意 反正都还可以 中规中具 这个灯算60分吧 能计较 这个我也可以计较 这个还能计较 但是反正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边的家具倒还行 这茶几我可以接受 是吧 这茶几我还可以接受 这边的沙发什么的 也都还行 是吧 然后这个做的不错 这个是比较现代化的 不像他那种传统老师 对吧 这是现代化的 但是这种的就所谓 像什么文化石 这个东西 刚开始看行 看多了 有点反 对 大体 但现在大家都 最近就流行这东西 是不是 最近只要是新房子 新装修的都是这 然后他这边倒给你装好了 这边是连三个八二 在电视机 都做好了 是不是 电视怎么跟他讲的 真的吗 电视咱们不知道 也许上面是一幅画 有可能是stage 有可能就是假的 咱也不知道 这种东西 也不知道 它是送给你的 还是到时候 他还要在什么 对 加起来 不让他拿走就得了 赶快拆走 好吧 然后我看看这边 往这边看看 它好像是下面有一个卧室 上面有两个 对吧 一共就三个卧室 我看看这是一个powder 反正现在有现代化房子 它这门做的不错 这门真好 对 这门做的 这门真好 这门比咱们强多了 不知道咱们为什么 咱们那门是那样的 咱不太明白 这东西能差多少钱 我不知道托布拉佐 在搞什么鬼 但是他这里边的灯 我不知道是谁选的 这灯都 这灯给 寄过不了 这灯太古老了 对 这灯 这灯没法寄过 其他的东西装的还不错 这边还刷了 你看刷了浆 然后这边贴了东西 贴一面墙就行 贴一面墙 那个效果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当然它这边 因为刷了这种颜色 带颜色就还好一点 然后下面也是悬空的 这个就很麻烦了 这你要悬空的话 这要当年就是说做的时候 就要 这恐怕是建商做的 能跟建商说好 要不然的话 你要不体验想好的 这就很麻烦 对吧 这是他一进门 这儿的玻璃 反正这种房子 就是因为玻璃太多了 这种现代化的房子 都是玻璃太多了之后 你怎么挡玻璃 又是个问题 好吧 然后进来看他这间屋 这个屋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就是说建议你知道什么 自然应该弄一下门 这弄一个门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就进出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屋等于他这有一个门 这有一个门 然后这就可以给一个 我不知道 一个teenage的小孩 或者mother-in-law什么的 对不对 去用这个房子 就这个屋 就会更累什么一点 好吧 closet里边是完全没弄 closet也完全没弄 正好他是怎么着 有人住吗 这门看着像有人睡过的 可能躺在这看电视 他可能在这住过一周 还是怎么着 咱也不知道 这个屋 反正就是倒霉 还是地毯 这你要买的话 你今天还有人在从凳 挑高一般 是吧 挑高一般 我估计有个12到13 有吗 没有12 我估计可能11 可能是 房顶坐了 坐上加货了 对 有可能 他们那是把房顶坐下来了 一块 他因为坐到一块下来 所以显得房顶就下里头 不过这个高度也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接受 对吧 完全可以接受 然后closet是一点都没做 对 closet就是原封不动的给你了 对吧 然后看看他的厕所 厕所还不错 厕所做的还真不错 他瓷砖很可能就是建商做的 做的真不错 外部的瓷砖做的也好 里边它是这样的 这样开的 这个 还行 有一点小挤 这种 其实但是大体上都是这样 比托布拉多那样好 托布拉多做的比较还挤 对不对 它这大体上还行 里边的 这东西用的还不错了 还给你一个可调的 它是个可调节 可调节水的 但是这些东西 反正你不喜欢 今天再画某部 但是大体上是可以的 还是在这些小的地方 非常的讲究 你包括你看他这些割马桶纸的 连这边割毛巾的这些 都是配套的 这东西做的都比咱们要好 咱们那都不配套 对不对 这都做的是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 好吧 然后看看这屋 还可以 还可以 它在这挂这个是什么 能让你挂点东西 是吧 还是一个警报器 不是 它就是一个胶皮贴在上面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挂点东西 它不是挂脸 还是挂什么的 不知道 不知道 这边看看来吧 对 反正这个就是有点图便宜了 全都是这个 但是它这个做的还不错 质量还行 对质量还行 比咱找那谁做那样好 对 是不是 可能搞不好比咱那个贵 有没有可能 它可能找那种正常老外做的那种 是不是 但是这个都一样 都只能做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在美国就只能做这个 它做个十的不行 都得做这种 一个小球就是的 它好像里边是个滚轴 它在滑 对 他们就是必须做这种 没办法 这个椅子还挺有意思的 这椅子做的 这椅子不错 对 椅子挺有意思的 好吧 我们来看看厨房 这会儿 这是个closet 是吧 这是个closet 弱点箱 对 弱点箱 他弱点箱 我弱点箱相当相当讲究 他弱点箱 我的天 他弱点箱是拿出来干什么的 这弱点箱 不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么多这个东西进来 他给他打算给他接哪去 这是这边是弱点箱的正常位置 对吧 这边接着一堆这个东西 这些绿色的应该都是摄像头的 对吧 蓝色的应该是屋里的网络 对吧 绿色的都是摄像头 对吧 大家都一样 然后也是cox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这个已经有了 这应该是给游泳池的 对不对 咱家那不也是吗 游泳池的 然后他漏气在这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好夸张是不是 对 他这个绿箱做的有点意思 比较讲究的是 绿箱做的 咱们的底盖也挺夸张的 他现在都这样没办法 现在是一个 但是他这个绿箱 他的口袋比较大 近身多一点 是不是 更舒服 然后他里面的灯众的 比较怎么说 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偏要用这种灯 还不如弄个灯套 弄不然还好还好换一点 然后这下面就啥也没有了 好吧 然后这是他楼梯 楼梯 楼梯也就是就这样 整个拉瑟加斯做这种楼梯的 就那一家 对不对 大家都一样 跟咱楼梯也一样 然后他这是水泥的 好像是木头的颜色不一样 他就是个对木头的 然后他刷了个水泥的颜色出来 还是水泥的 水泥的老婆 水泥的 水泥的 你看看吧 如果不是水泥 就是大理石之类的东西 哦 是水泥的 如果不是水泥 就是大理石 不知道他这个对不对 不是水泥的大理石 肯定不是木头的 对啊 水泥的 挺好看的水泥 当初咱也应该 咱不知道有这样的水泥 咱那个水泥太水泥了 他还像木头一样的水泥 对吧 然后看看这边 这边这柜也给你做好了 这是真的 反正这应该是建商做的 这都是建商做的柜子 这应该跟建商升级的可能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边的柜子 跟那边的柜子颜色不一样 可能那个显示差 还是他又重新刷了 你看这会儿的颜色是一样的 这会儿是不是这边重新刷了 真是颜色不一样 不知道 这个台面咱们看着挺像 对挺像 如果还没有我们家台面大 对台面有点小 这台面 台面有点小了 他这边除光的地方也有点小 冰箱也小 对吧 冰箱也比较小 冰箱可能是60的 我感觉 咱家是72的 对不对 冰箱也小 冰箱也小 也是这个牌子 看见没有 跟1600的牌子一样 看到没有 都是这牌子 没有上最贵的 咱们家冰箱和咱们家都白瞎了 对 咱家冰箱真的是不错 冰箱真的是 非常好 他这个门好纯 这个的确是 然后我看看他这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做的还不错 这些东西做的比较讲究一些 这些还不错 还不错 比咱家那个好像还稍微好一点似的 正好都大同小异 咱家是不是 他也是他都是这个牌子 他们只要一种这个牌子一样了 就全都是 对吧 他这边的洗碗机应该也是 洗碗机灶台 这个都是 对吧 这都是 对 都是这个牌子 对 咱家那个就都是 你看他这个包括里面 这里边搜紧来的这些 有点老 就显然有点老 对吧 显然有点老 这牌子是一个美国的老牌子 很多年了 这个牌子也是非常有名 也不错 1600万的房不也用这牌子吗 对不对 垃圾桶 对吧 我们不喜欢 不够信 不过他做的不错 他真的是那个什么 对 水龙头这里做的比咱们那个 调节的比较 对 他是不是怎么没有接到水 还没通水 在这 是怎么搞的 好吧 反正咱们没要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是可以升级的 但是咱们升级这个 对吧 没要这个 因为咱们基本上也不用这 而且这东西还得下面去灌 对吧 就是一摁头 我也给你出洗手间 咱倒是没升级这个 升级的吗 不是 这个都有 这个东西是跟洗碗机走的 是跟洗碗机走的 对 咱们两边都有 都有这个 因为中厨和外边的正式厨房 都有洗碗机 所以它必须装一个轴子 这是跟洗碗机走 这洗碗机的 对 上次里边他们装洗碗机的人来了 跟我讲了 好 我可能我没注意 我还以为是洗手中的 那东西 我还没形容的 那我理解错误 然后看看吧 这 这应该相当于这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活动室 活动室 反正就这种房子 它门都是这样 都是这种 就是往里边拉的这种 可以推进去 对 对 它的优点的比咱家那好 就是它是一个隐藏式的 可以完全进到墙里边去 对吧 然后这边也是 对 完全不见地儿 咱们那个是最后留在墙外边 最后留了一个 对不对 咱们那个不能完全进墙里去 对吧 咱那等于就是最后到这好 等于就结束了 对不对 它那是完全做进去的 对不对 成本比咱们那肯定 还比咱们那还更高一些 对吧 这就是 不现在反正豪宅 都是意思 都是意思 这算什么呢 就一般他们要拍豪宅 就算一个什么 California 加州房 知道吗 所以这都是跟加州学的 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咱们往那边来 我再把那个给你打开 也看看 看看他这整个能够都打开 他这边也有一个 这边一个 但是他这个户型弄的 他为什么不把这个门 搁到这边来 整个的开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看看这个 人家卖房子都是说 哪是好哪是好 是不是 咱们来了都是看哪是不好 哪是包 包一包 去哪都包一包 还挺沉不辣的 对 好 好 看看这个效果 效果还真 反正都打开了之后 效果的确不错 是不是 到晚上的话 晚上都打开了的话 我觉得比较有那个效果 对吧 等于室内室外 就都敞开了 对吧 反正 咱不知道加州的这种豪宅 是怎么意思 反正这都是这种 斯塔口 对吧 都是这种东西 对吧 你包括那1600万的 不也都是这种吗 对吧 外面还有一个户外的 一个电视 它也是它上面都做了 都做了 对不对 对 这底儿都做 还给你装了三个风扇 是吧 然后刚才就这边 这边我们刚才开的 等于它就整个就 完全都打开了 对吧 室内室外就都敞通了 好吧 然后冗池呢 反正也都 也就这意思 对不对 也就这意思 这种池的厚吧 我估计三十万到五十万左右吧 修这个 对不对 咱就玩玩吧 都是拿来玩水的 这项真的油呢 也够呛 所以你说咱们真要换过来 你能接受吗 你不能油拢了等于 对吧 如果生孩子的话 我就可以接受 就给小孩玩了 反正对吧 就哄个小孩了 但咱家那个不也可以给小孩玩吗 对不对 说这意思 当然可能这个更适合小孩玩 但是你小孩如果真的要学油拢的话 这时候有点游不开 对吧 要真心油拢的话 还是得 它有一个功能性 有的时候功能性 然后反正就看看吧 说泳池 别别 今天瞎抱呦 今天光是瞎抱呦 诶 它的这个铺盖是在这连着的 嗯 是不是 对 哦 等于人家在这里边给你留了一个 那个接电源的地方 让你接铺盖 咱们当时好像问咱了 咱是怎么说 咱没要 知道 然后正好是按摩浴缸 是吧 反正吧 就这种房子吧 弄这种都大同小异 对不对 种石 按摩浴缸 那边有个火炉 能不能看得出来 嗯 然后呢 说实话 正好这个修的不好 对不对 这个不好 这很烫脚 对不对 然后这一般 这跟咱家那一样 对不对 咱家不也是这个吗 对不对 这个没有升级 是吧 说完肯定没升级嘛 对不对 跟咱家一样 对一样嘛 完全一样了 你看这也是 这一看就都 都一家公司做的 你看它里边 跟咱家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看你包括这形状 这台子 对吧 也不是说没升级 就是选择 就是选择 不是 你要升级的 肯定它就是那种防晒的 你看那叫防晒的 对不对 对 咱卖房子特别实在 对不对 别人排房子 都是该告诉你 我这告诉你 这一看就没升级 对不对 这烫脚 这烫脚 升级了之后 比这个好看 比这个滑了 而且它是防热的 煽完之后 它不烫脚 知道吗 这个是烫脚的 你知道吗 它很烫 那边是火炉 看到了吧 下面通着气的 到时候 你到了冬天一点 它能喷火出来 然后下面能有各种颜色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这树木选的吧 也就还行 一般 怎么乱糟糟了 乱糟糟了 这个花淘草的 没怎么太花钱 也不能说没花钱 这后面几十万 这可是花了 对 就是还能更好 还可以花更多 还可以花更多 但是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这意思 房子装修 往里面扔100万 扔150万 装修跟玩一样 对 我们家那房子 升级升级了30万 装修了30万 60万扔去 你能看出啥来 啥也看不出来 啥也看不出来 人家纯找着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吧 就是 对 真的60万 看着跟毛皮房差不多 对 所以呢 你看他为什么 他里边的这个 窗帘什么 都没给你弄电动的呢 那电动的多贵啊 我们家的光电脑 窗帘最后弄下来 两万多 两万一 对不对 而且我也没舍得全弄 对不对 我光大厅弄了 我要全弄的话 要五万多 五万六 对吧 光窗帘 那价钱 所以呢 这东西 你说 1600万那怎么样 不也就这意思吗 是 也没弄得太 也没有 就是说 就是好像 对 对 就是 1600万那个看着特别过日子 就不知道为什么 对 他连主卧的Claudit都一般 一会儿 咱去看看他这个主卧怎么样 行 好不好 一会儿看看 来 好吧 我先把这个给它拉上 拉上之后 也凉快一点 现在拉特加斯太热 好吧 然后刚把门都关上了 凉快一点 里边 然后咱们再看看这边 好不好 厨房 刚才看完了 看看厨房那边 厨房反正怎么说呢 是真的 就是一般 一般 后边选这个还行 还是颜色 行 还行 我觉得还行 就还可以 对 还可以 但是一般主要是 还不是咱加了 它上面都没有 往往往再搭一个 对不对 咱们不还加了几年块钱升级 比这个再高 比这个对不对 虽然上面也用不着 但是就好看一点 它这还不是做到底就得了 这上面 对不对 直接再升级一下 直接上去 对吧 整个就是顶着 顶着房顶得了 反正房顶也不是很高 对吧 这好歹还是个water floor的 是不是 还现代一点 对不对 不过这长度的大小也就够重了 没必要像咱家弄那么大个 是吧 基本的 对 基本上就这意思 这边等于算是一个 这算什么pentry 是吧 是吧 pentry 其实它对 没有一个中厨 对吧 厨房就都是就在外边等于 是吧 你要做饭什么都在里边 然后一个 你说洗衣房搞这么大 我要说它 真的不如把这好搞成中厨 对 这好其实房源大小 够搞一个中厨了 在这做一个穿过检机出去 对吧 而且洗衣房不应该在二楼 跟主卧挨得近 洗得方便 这楼上楼下 对 对 我不是很明白 对 它4800尺的房子 为什么整个格局 还不如咱家那格局合理的 而且外边挑高也不够多 对吧 它今天挑高其实不够多 没有那种特别喝两的 那种喝两劲 对不对 也还可以 你说说这意思 咱们实话实说 对 洗衣房应该搁二楼 这应该变了中厨 对吧 这会儿太对付了 太对付了 不过它够弄了 比没有强 比没有强了 看看它的车库 车库做的真不错 车库做的真好 车库你看地面做的多好 嗯 有点好 行 你别出来了 你在这照一下的了 我稍微说两句 稍微说两句 它正好呢 做了一个 这个 车库的这个 等于它 坐在里边来了 看着还好看一点 嗯 它这个 它好像不是个瞬间家做的 不是吗 不是个瞬间家 它这几几年的房子 它怎么会不是一个瞬间家 我看看 它这几几年的房子 好吧 然后这会儿 我反正 一会儿我可以再问他 但是我看他这个 竟然不是一个瞬间家 他竟然是带那个什么的 他是 带水箱的 对 带水箱的 对 不过这水箱倒也够大 车库 这个门真舒服 这透两劲 真的是 真的是棒 这个咱们当初不知道 要知道的话其实是可以升级这东西的 对吧 当时没有 咱们不懂也没有说 这个跟咱们家那一样 room board 这种东西大家都大同小意了 大家都大同小意了 那边是给软体系准备的地方 对吧 它这个东西用的有问题 这还不是咱家用的好了 对吧 咱家那都比这个好 不知道怎么搞的 当然都够弱 都够弱 我现在是比较挑剔弄这些东西 这边给你修了一个给你扔垃圾的一个门 这个比较好 这个当时我们没升级 这是一大错误 对吧 有这个就方便多了 对吧 有这个方便多了 你可以照顾一下 它这拉一桶在这儿 对吧 就可以从上出去扔垃圾 倒垃圾什么的 这真的方便多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不用从开车库门绕出去 对 我们那时候不懂 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 咱们最早在哪的时候 在Rose Ranch的时候 咱们是搁在车库里边 对不对 但是后来发现 还是搁在外边好一点 搁在外边不那么臭 好吧 咱们进去 可以的 我就是瞎抱一样 瞎抱一样 它这门好 这门做的真好 你看这门 这个门怎么锁不会 噢 这个门不错 对 这门我来锁 好 锁上了 对吧 这门做的就不错 摊锤 那里边一定要放整齐了 对 但是这不可能 不可能整齐的 这里边怎么可能整齐呢 对不对 对 好吧 让咱们上二楼看看去 好 上二楼看看去 嗯 从而上去 然后我正好我要抱怨了 这个墙面中的这个不好 这个东西不好看 不好看 这个条有问题 这个墙面很贵的 这墙面很难做 不好贴 不好贴 它要做脚脚架上去 这下面都要贴东西 你知道吧 而且很危险 一般人都不晚做 这灯还行 这灯我能给霸试试 终于有个好看点的灯 但是这个灯呢 就是这颜色调的不好 对吧 没有调它的冷感 那个东西 不 这楼梯我给 这楼梯真的低 这楼梯我基本上可以给满分了 可以给满分 但有一些 你要是特别矫情的话 正好换玻璃的 对不对 可能会更高档一点 但是不好做卫生 但是除了那个之外 基本上可以给满分了 这楼梯做的真不错 但真不知道 它这个楼梯是这样的 对 咱们当初真应该选这样的楼梯 这楼梯真好 楼梯真不错 然后往这边来看看 这边上面是个loft loft它等于当办公室用了 对吧 对吧 这个弄的还挺漂亮的 这桌子什么选的也不错 当然不知道这家具给不给你留 它可能就是一个象征性的 但是我感觉还是比stage的 什么要好一些 对吧 比这些要好一些 还可以吧 然后办公室这边又有一个厕所 我看这是一个 它等于二楼还有一个水箱 它弄了两个水箱 这个反正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会更喜欢瞬间加热 它两个水箱应该是足够用的 它这么大的房子只有三个卧室 两个水箱 任数是足够 或者是空调在里面 不知道是空调还是水箱什么的 但是反正我会更喜欢瞬间加热的 我会觉得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边也是 但是这柜子都做好了 这都建商做了 反正有点小小东西装饰一下就挺好的 对 然后也是地毯没做 地毯还没有扒 地毯没有扒 二楼摊给你留 还有纱窗的 二楼还有纱窗 有纱窗不错 真好 你看这个窗户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当时装窗户也涉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进去 这个顶在这儿 这儿有个缝儿 看出来了 都有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怎么做 就是说有两种 一种就是一个高一个低 一个下来一个上去 但是上面又不好看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续个无解 大家都一样 我们家最后也是弄成这样的 也是等于其实隔了一块 对 也是隔了一块 对吧 就没有办法 然后我刚在楼下 还说他这做的不错 楼上这做的不好看 楼上的这窗篮 做的一般 不该做个纯白色 带点颜色会比较好 对吧 做的是个纯白色 对吧 惨白 我觉得稍微 我不喜欢 但是不代表别人不喜欢 对 个人很美吧 我觉得是挺好 这个阳台的地面没有做 阳台的地面没做 不过也有个阳台吧 阳台比较小 前院的阳台 然后阳台没包进来 阳台上没有底 它没包进来 阳台的外边 所以你看阳台那么晒了晒脚 对吧 晒脚晒得非常厉害 它这边还正好还冲难 晒得非常厉害 对吧 阳台包进来 我会更喜欢一些 没了到这 就一小阳台 阳台 阳台 如果就是说底是包 包要来的 我会更好 然后地面需要坐一坐 阳台地面只能贴磁桌 不能够贴地板 贴地板会裂开的 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那裂了 然后口袄子也太小了 口袄子也真的太小了 对 我不知道它 对 它的4600室 到底搁在哪去了 为什么感觉还没咱家搁打 它是不是都在一楼 它一楼也没显出大来 一会咱就主卧看好 可能主卧夸张 我估计 是不是 这会儿就都正常 跟一楼卧室装修差不多 它这个没有装喜悦的门 它做普通的 对 没有 它的楼下升级 升级那个要翻签 好像 我估计它上面就没弄 然后就这么个意思 真的是 你看它的挑高也没有 好像还没咱家挑高高了 是不是 差不多 也就差不多这意思 挑高差不多 就没有咱家挑高空间大 对 是不是 咱家挑高的空间大 它这个好像 多一块 对 咱家就没有loft 对不对 可能少了一个空间 是吧 但是比它开阔一点 好像 这不是吧 反正 两扇门看着就好高 对 对 对 它在主卧 直接两个大门进来 直接进主卧 那看来它牛逼 主要就牛逼在主卧这 主要牛逼在主卧 都终于是找着了 这边是主卧 展示主卧 这边主卧 他这主卧比较夸张 你看他主卧后边 主卧是个套间 里边套进来 他为什么往外多修一点 是不是 进来之后 这有点小 这会儿到那边 其实你看这都是房顶 对不对 为什么不把这空间 扔出来 对不对 把这个修到 阳台那去就好了 对吧 这会儿 这个空间太小了 这个地方 但是反正算了吧 不知道 对吧 你看这边多大 那边要推出去 就舒服了 是不是 我最好是什么 知道吧 那边推出去之后 然后正好是一个 正好是一个柱子 两边都可以通进去 把筒又好 哎 两边 两边都可以往里边进 对不对 就帅了 那整个排面就出来了 对不对 嗯 然后正好呢 跟咱家那桌一样 也都是这种 这种门 又是这种 对 它这估计又能够进墙吧 我看它能不能进墙 好像是可以的 不行 楼上的不是 不过主卧阳台修了修 主卧阳台修的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呢 我有点担心 这儿是木地板 我不知道最后会不会爆开 不过还好呢 它主卧冲北 基本上不见太阳 冲西北 不见太阳 没有 基本上没有什么爆晒 还有一个它已经开了 它已经就是做的 对 它本来就 对 就有缝隙 所以对 有点变形 可能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不过主卧阳台做的还是不错 效果非常好 对 哇 有strip view 而且主卧阳台也是包进来的 对 有一点strip view 对 能看见一些 对 风景还不错 风景还不错 缺点也是离邻居有点近 是吧 你看对边邻居 来了就不得劲了 对不对 这比邻居高 这高的也不多 但是还是高一点 咱们家是比邻居整个高一层 对吧 它这高半层 就是这好没做出来 这好做出来就帅 这来做出来一块帅呆 做出来可能就更贵 可能对 有可能是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说主卧这做的火炉 没什么用 说实话 我觉得还不如不要这炉了 不要这炉让它贴枪 这空间还大一点 你说这要做个炉热热 对不对 咱那主卧幸亏没有 咱主卧要做的还得升级 这还花钱 还对 还碍事 不过它主卧这两个窗户 是可以打开的 这还不错 对不对 咱主卧 就是窗户后面的窗户是死的 这个看来是它里面的closet了 咱看看它的closet怎么样 看看这closet 它两个closet 这边一个 那边一个 closet怎么说 反正也做了 是花了点钱 跟1600万的closet差不多 是不是 就还好 太浅 太浅 这个地方太浅 这是标准的 这应该整个做出来 整个做出来 然后上门板 对 知道吧 价钱翻一倍 比现在要整个贵一倍 不开玩笑 是吧 一倍可能都够呛 现在这样的上门板 价钱就贵一倍 你知道吗 如果做出来上门板 可能要比这贵三分之二 就原先的这个要乘以三 这价钱 所以 反正你也不能说没做 也做了 但是怎么说 了胜于无 了胜于无 这closet的能接受吗 我接受不了 不能 没有人 问题 下面地毯要做好办 弄一弄就好 这closet的 而且他女生做中这样之后 你说我再住租 我让他再做一块 的话怎么做 没法做 对不对 这个closet的 就非常一般 非常一般 这边也是 这边可能给男生弄的 是不是 搁鞋什么的 搁鞋搁领带 厕所 一般 只有一个马桶 是吧 太找到这了 1600万的 也只有一个马桶 我都不知道 他们 你看这边 弄了这么大的空间出来 两边都弄镜子 是吧 两边弄了四面镜 反正镜子一多显了 显得个儿大一点 显得个儿大一点 就显得这 这好弄的也还不错 但这个容数不大 其实这么大的空间 就是做一个整个 一个大按摩浴缸多好 对 是不是 当然反正价钱就又上去了 这个可能更便宜点 是吧 里边的洗澡间 一般 说实话 一般 它现在好的豪宅的 都不是这种 都是那种半开放式的 它这还是一个密闭式的 对吧 里边东西还挺实用的 上面有林的 这边有挺实用的 是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洗澡间 然后里边两边有台子 可以做一下 对 这台子你升级都是几千块一个 这台子 对吧 对 对 所以反正也到价位了 整理人还行 它上面有过气的地方 整理人过气的地方 不是总体上来讲 就还行 还行 都是这种房子 就是跟样板建 总要咱们是看样板人看多了 样板人看多之后 再看这种房子了 都是跟样板间比起来都差一些 就在装修房间跟样板间没啥比 样板间的装修 真的是不惜工本 是吧 咱们看看什么时候 咱们能看到一个那样不惜工本的房子 就是说真的来卖的 对不对 不是像样板间那样 对吧 大体上还行 你觉得这主卧 你可以吗 主卧还行 它真的是够大的 对吧 从那头到这头 主卧还是个套间 然后整个占一面 是吧 等于整个的东西都给主卧了 但是格局不合理 格局不合理 closet分开两个了 每个都不是很大 对吧 然后closet里边装的就一般 下面这些 反正你看这都楼空的 对不对 这都是花钱的 然后连这个都做的乌托货 这针牛叉 这针牛叉 对不对 有花钱的地方 对吧 上面这都做了这些 对不对 对 对于晚上你睡觉 白天或白天睡觉的话 效果还不错 是不是 它这做的好像是百分百遮光 对吧 我看看它漏光不漏光 它这个东西做完之后都是分号的 你知道吗 这是个百分之百遮光的 对吧 对 完全不漏光 对吧 这个做的还行 还可以 这个还不错 但是那里面没有做 那里面没有做 那还是会漏光进来的 然后这没有门 对不对 这没有门 对吧 所以你还是会漏一点光 所以你要找人 把那上面都做掉了 放一个木头的床 对 放一个木头 翻板的 就算了 也只能放木头 因为它有水 对吧 只能搁那种木 这种的都不行了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口袋里的灯是怎么回事 它整个房子的灯都怎么回事 你看看 你看这什么灯 是不是 它这个灯选的 我不知道这是谁选的灯 太古老了 真的 这么新的房子 反正还可以吧 350万 还是 是 人家值吗 还是值的 值的 他光后院就差不多就50万了 对不对 我觉得你说像咱家的话 咱家的房子 现在 咱家的房子 最多的时候能卖到300多万 但是现在日子不一样了 但是我估计的房子 卖个270 280 对不对 你说那房子和这房 哪个更值 这更值 这社区好 社区好 对 这区在这 不过也没法说 咱区因为是个新的区 在过几年不好说哪个区牛逼 对不对 它是老牌著名社区 对不对 但是 我觉得 我们对小区的敬仰之情 主要集中在 它1000万左右的 那几个社区里 而不是在它 300多万的社区里 是不是 如果是这个的话 我觉得跟咱家也差不太多 其实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就这意思 哪个更值 真的差不多 但是现在让你搬 你搬来 我不搬 没有任务时 你就不搬 对吧 你肯定不搬 对不对 要我也不搬过来 然后大厅没有咱们家贺两 对 你说你要我带点录视频 录视频 他这个憋屈 对不对 他没有我现在录视频 那地方贺两 我跟你说老公 咱家毛坯房有个好处 就是特别大 显得大 不是 就真的大 是真的大 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他这4600尺 最后看着还没在家 个儿大 都在主卧上了 好像 他这主卧真的是占地儿大 对不对 但是 也用不着 对 咱们是整个 其实把这边的空间 就隔了一间屋出来 在这边 对吧 对吧 其实我觉得更实用一点 是不是 其实 而且咱主卧的 closet是一个方向正正的一个 特别的实用一点 他这closet的 对 他这closet的也不小 他closet其实大小 跟人家压力 可能比咱家的closet还大点 对吧 可能比大家的closet还大点了 不知道 反正他没家门 就很讨厌 对 他因为没家门 显得大 咱们因为坐得特别深 对 又深 对 又深又加了门了 所以就显得那小了一点点 对吧 他这如果坐得深的 再加门 也没有 也不会显入这么大了 对吧 对 对 然后你说都已经 都已经 瓷砖都铺到上面来了 没法办法铺了 得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房子 说实话 给我 我可能真够呛 这房子给我真够呛 我就接受不了 这房 反正让我换过来 我都不想换 我都不想换 灯 还没咱家灯好看 真的是 总不干那么着 房子其实也还行 没有我说的那么糟 有很多的这种优势和优点 楼梯做得真好 楼梯做得真漂亮 然后一南大玻璃门真帅 对吧 然后主卧那些悬空的 比我们家那强多了 然后还有这个霸 这个霸值不少钱了 对 他这霸值不少钱了 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好处 因为我们有特殊性 我们应该在家办公 然后老婆应该在家游戎 对吧 有这些因素在里面 导致我们对工程性 要求比较多 但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然后这种房子 说实话 你就拉斯亚斯其他地儿 这你这种价钱 买不到这种房子 不可能 想都别想 对不对 我们当年也是就是喜欢 这种现代化的这种豪宅 对吧 所以来拉斯亚斯买 对吧 然后就是说 对 其他地方你要在加州 这样的房子多少钱 乘以二 乘以二能拿走吗 乘以三 我估计乘三 这房子到加州 还比乘以三 对 2.5 2.5 对吧 托巴尔特建类似的房子 在加州一起跳 就498万起跳 对不对 从498万开始起跳 你往上升级 对不对 你光升级一个这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反正也还可以 然后拉斯亚斯 潜力无穷 还不要有潜力的 对 不要有潜力 真实上来讲 还行 房子打多少分 这房子 8.5 8.5 8.6 还是可以的 主要这价钱还算合理 这价格真不贵 对 价格非常合适 价钱真不贵 这个价钱是可以的 这房子 咱们小区的房子也是邻居什么的那300多万 对 咱的邻居都瞎要 咱小区那房子 我觉得300 现在有的邻居一挂挂340万 然后胡扯 那不可能卖得出去 我觉得270280能卖得出去 我就特别实在 就我们自己家小区 我也不给你胡吹 对不对 我们家那小区 就是你后院不做的话 240万 做个后院的27080万 就这意思 对吧 但是咱们家后院做的就要看了 有喜欢的就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就特别讨厌 所以那个是一个 因为是个纯功能性的一个种识 对吧 是真正你拿来有种的 是前后20米这种识 你一般地儿还不好找的 对不对 所以对 这个东西各有利弊 这个房子反正是可以的 一个one family的话 我觉得是行 好吧 不过这房子 好吧 看看吧 有小小伙伴 有喜欢 然后想愿意来看看的 有资金证明的话 在推特上私信我 我联系经济来带你看看 好不好 性价比比较高 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区 真的 在拉斯维加斯来讲 我觉得小区从成熟度 从方面来讲 这是一个真的 非常说得过去的小区 我如果认识到朋友 住在这个小区的话 我都觉得非常有面子的 一个你懂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有面子的小区 这个小区说实话 是非常牛逼的一个小区 这真的是一个 当然了 这是属于凤尾 这是属于凤尾 对吧 大的社区里边的最便宜的房子 三百五说 那没办法 你就这点钱怎么办 你要不你拿1000万出来 咱们去看看 是吧 这旁边下边 三密天的买一块地 就要500万1000了 对不对 你光买一个地 开始设计要做 所以拉斯维加斯 就是卧虎藏龙 不要 就一说好 拉斯加斯没有贵的房子 是你不认识贵的人 你懂吗 你认识人有问题 不是你处的阶级有问题 阶层有问题 你到了阶层的话 你就拿钱出来 你真的 对吧 你500万1000万 买一块地 你说你建的房子 有多少钱 房子一上条 就朝着4000万往上走了 对吧 因为他光一块地 就500万1000万了 对吧 我说都是美元 对不对 所以拉斯加斯 有没有贵的 反正你看你活在一个 就社会 它是一个金字塔 一个结构 它是分阶层的 看你活在拉斯加斯的 哪个阶层里了 对不对 拉斯加斯阶层 它也是个最本 也是一个国际著名的 一个旅游城市了 对不对 你我据我所知 什么乔丹奥尼尔 都在拉斯加斯 都有自己的度假房 而且现在中国的土豪们 在拉斯加斯都有度假房 现在自然老齐上来之后 已经没有中国土豪来的 在赌场里边 汇金如土了 不方便 而且里边华人又多 人都拿着手机 万一被拍到 有很多问题 所以现在中国的土豪 来拉斯加斯玩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这买了度假房 然后真的开party 在自己的房子里边 买个这样的房 在自己的房子里 也开party的 没有人在赌场里去搞了 对吧 时代不一样了 所以对 这里边 就我们知道的 就是中国土豪 在这买房子 我现在能说出来的几个名字 对不对 当然了 他不是他的主要的住宅房 就是他来玩的时候住的一个度假房 对吧 在这有度假房的中国土豪 我都能给你说说几个 但就没有意思 说人家名字 对不对 而且有一个房子在哪儿 我们都知道 对吧 所以看阶层 社会真的是分阶层的 然后说实话 350万这一般 一般这房一般 跟我们家差不多 差不多这意思 反正还可以 对小区对华人比较好 对对华人比较好 方便 对适合华人 1600万小区不行 1600万房 就特别适合老美 对 不太适合华人 所以不当然还有主要的区别在哪 是view view风景 对吧 1600万的风景多好 这风景就差点 不知道一天六百万 那房子什么时候 我们能发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风景真帅 风景真的好 风景不能比 但是它位置 就是特别的适合老外 好吧 不管怎么着 这个房子算是一个开胃菜 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这段时间 录的房子里 这可能算是一个打底的房子 就是一个底线 对吧 再比低的房子 我就不想去找了 没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400多万的房子 我勉强 我还愿意花时间 我来一个录个视频 跟你说一说 比这再便宜的房子 我连去 我连看都不想去看 除非有小伙伴是买 有小伙伴买房子 我们就去看看 如果让我录的话 我就不想录了 这就是底线 再比这低的 真的 我没有兴趣 真的没有兴趣 所以好吧 所以就说所有那些 一说什么拉斯加斯 房子便宜的 我觉得再努力努力 尽量尽快的提升自己的社会阶级 然后你就知道了 350万美元的房子 斯拉斯加斯 只不过起步起跳而已 这哪都不是哪 知道吗 这就是凤尾 凤凰的尾巴毛 最便宜的 就是说 在真正的豪宅社区来讲 这就是最便宜的 这刚刚才开始而已 好吧 这期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